各位,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一堆文字 我不叫它作文章,因為它不配 我也不配叫作者 這堆字的砌的人 就是一個叫做林冥一的人 林冥一是發表在一個叫做The Newslands的網站裏 我會給大家一個連結 我不會讀,因為這堆文章 這堆字是不值得我讀的 我只會講講它的主要內容 還有講講它的錯的地方 她主要是談林鄭選擇那個宣布禁蒙面法的時間 第一,選擇在星期五,第二,選擇在三點 另外,她又是談林鄭要求學校裡面禁蒙面 包括師生 她認為這樣會少香港成為南深圳 失去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這幾樣東西 第一,為什麼要選擇星期五? 所有政府宣布所有重要的東西 都是星期五下午宣布的 原因是不想股市受到太大的波動 在宣布之後,股市就停市 然後讓大家有一段時間冷靜下來 然後到星期一開始才算怎樣 所以所有政府重要的政策公佈 一定是星期五 為什麼是三點鐘? 其實更加好應該就是四點四十五分 等股市聽到之後已經收市 但是林鄭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她要學校 要學生從學校方面聽到這個消息 在學校這麼蒙面 為什麼學校裡面應該這麼蒙面 因為學校裡面根本你蒙不蒙面都沒有分別 先生、學生是一個小的社群 先生認得你是誰 知道你是誰 你蒙不蒙面都知道你是誰 而蒙面就變成另一種東西 變成一種政治的表達 而這個政治 這一種的政治 正正是破壞著香港 所以要禁 因為這班遮著面的暴徒 到處破壞著香港 不止破壞香港的建設 還是破壞著香港的形象 也就是破壞著香港成為世界金融中心 最重要的基本價值 所以林鄭這個動作 並沒有破壞到 被你們已經破壞了的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因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最重要的就是法治 最重要就是穩定 沒有人在一個政治動盪的地方投資 沒有人在一個法治精神沒有的地方投資 因為這樣他們不能保障到他們的投資 所以香港一定要堅持法治社會 如果堅持不到法治社會 沒有人來的 沒有投資的 而正正就是這些暴徒 破壞了香港的法治精神 尤其是所謂五大訴求之中 要求特赦 你可以特赦 別人也可以特赦 你特赦這個可以特赦別人 一個這樣隨意改更改的法律制度 是不可能得到世界的信任的 那至於蒙面法如何 蒙面法現在因為實施原因 所以立即執行 但是蒙面法會在立法會重開的時候 正式通過立法程序去立法 這件事也都不是香港是先例 首例 全世界都有這樣的例子 而我也都覺得蒙面法 實行時間不對 應該一宣佈立即實行 但林鄭仍然選擇一個非常合法的途徑 在定那裏定在日子上面 不是定在時間上面 林鄭仍然是根捉法律程序去做 正正就是為了保護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如果真的變成南深圳 失去了世界金融地位 失去了大灣區龍頭地位 是因為暴徒在這幾個月破壞香港 在這幾個月使得香港 從東方明珠變成一顆黑黑黑黑黑的臭蛋 你们在飞机场那里 嘔打来港游客 你不要理会游客来自哪里 他来自中国大陆又怎么样 他都仍然是一个游客 你今天可以打中国游客 明天你可以打第二个国家游客 香港人失了世界对你的信心 所以现在有三十几个国家 发出红色旅游通告 叫国民不要来香港旅行 为什么 为了那些暴徒在香港乱破坏 为了那些暴徒和警察对抗 到处放火 到处破坏公民 到处任意打 和他意见不相同的人 这些破坏 才是使得香港失去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最重要原因 林郑现在尽管她能够救这件事 保护这件事 林郑不是在破坏这件事 现在她在救这件事 是在救香港人 如果不是 为什么不请解放军下来 很容易的 但是这个人不能做 就是因为要救香港 如果为了她自己 她还为了什么 她已经是香港特首了 她属于什么 在她一生之中 有一个贫寒家庭 怕成为香港特首 任何人都满意 她还要求什么 她现在只是要求良心安 她有一个心安 可以为香港做最后一件事 我不知道她怎么想 没有人知道人家怎么想的 我们只可以从她的行为 来判断她怎么想 从行为外面 我们看到那些暴徒 是要揽炒香港 700万人的新计 全部要揽炒 看回林郑 她做什么 她现在是依足将法 行立法程序 尝试将香港 在跌落深渊之中 抽回上来 她是在救香港的 如果不是 她不需要立这个蒙面法 为什么不直接派警察 就这样当街窗闭你们 因为这个法律不准 香港要跟法律做事 她要跟法律做事 就要立蒙面法 原因是因为 要阻止这帮暴徒 在无面接人的情况之下 乱打人 她是要禁止这帮暴徒 到处再破坏 如果不是这样 用什么了 林郑法 赋予警察权力 就这样抓你们 或者运用她的行政 长官权力 行 紧急法 为什么要这样 放 这个蒙面法 反蒙面法出来 她固存大局 她要救香港 现在破坏香港的 就是你那些 正郡 你那些暴徒 你们才是香港的罪人 林郑可能在那里做得不对 但是我们看她初冲 在推行这个 二反条街条例的时候 她是基于人道的考量 因为有人在台湾 自己承认杀了人 逃离香港 林郑没有一个正确的途径 把这个人交到台湾 因为林郑守法 所以她有一个法律 才可以将这个 谋杀犯送回去台湾 受审 如果她不是跟法律程序去做 她不需要这样做 就正正因为她是循规 道举跟着法律做 所以这帮人 就被人蒙蔽 连那个修订法例 什么都不看 盲目地上街 盲目地听一些 正棍的 妖言或众 现在样样 蒙面法 大家看过没有 我看过了 我已经出过视频 跟大家读了 大家去看看它 你可以不用听我的视频 你自己去找 这些东西要找 不难的 以香港人来说 香港资讯自由 有的事 资讯多又怎样呢 香港人你有没有能力 判断真假呢 香港人你有没有道德标准 判断那件事是对还是错呢 那些暴徒 到处放火你说是对还是错呢 那些暴徒乱打的人是对还是错呢 警察打人不对 大家可以一起指责警察 而警察打人不对 他会受到正确的法律制裁 那些暴徒打人对还是错呢 是不是应该施了 当然不是啦 香港是个法治之地 暴徒不对 一样要承交去法庭 由法庭去审判 无论法庭多偏颇都好 都要根据法律程序去做 这个就是林郑现在做的事 她现在在救香港 救香港这个世界救援中心的地位 现在在破坏她救香港的人 就是这些暴徒 而好可惜 传这篇的照片给我知道的 正正是来自 所谓一个前教师的群体 我很觉得羞耻 作为教师 这样的基本的能力都没有 怎么做教师 我自己是教师 所以我觉得很羞耻 有些这样的人 作为自己的童工 我希望大家想清楚 在这几天 正正地想清楚 如果香港 要继续成为世界的救援中心 最重要的就是 法治精神 法治精神 包括不受政治干扰 不受政治干扰 包括 不可以因为政治理由特赦 或者因为政治理由而拘捕任何人 正正是这样 那五大诉求 其中两天就已经不可以 林郑不可以做得到 你有你的诉求 政府有政府的难处做不到 不等于说你要什么有什么 你想打人 对不住 这个不是你的自由 你不行 你不可以 你要破坏公民 对不住 不可以 因为公民不是你的 你不可以随便打市民 你不可以到处放火 你不可以破坏公民 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应该有的现象 但这帮所谓的民运人士 民主人士 正正做的就是完全跟民主 民明是背道而驰的做法 他们去放火 他们去攻击警察 他们去破坏公民 他们是任意地打 和他们意见不相同的人士 这些是野兽的行为 为了制止野兽继续发疯 要他们用真面目示人 就是这个禁蒙面法的最主要原因 大家应该绝对支持 希望昨晚 是香港这一次最黑暗的一夜 从此我们都可以见到光明 我很希望香港由今天开始 就可以回复宁静 让大家可以重拾心情 再将香港带上另一个颠峰之作 香港重新成为东方之珠 香港人曾经伟大过 现在轮到新一代 你们告诉你的父辈 我都可以为香港工作 我都可以将香港带上世界之巅 不是这样扭计说要吃雪糕 不是这样扭计说要吃雪糕 你要什么东西 自己努力 香港有的是机会 你不要破坏了人家的机会 你要自暴自弃 你的事 你不要滥炒 你没有资格滥炒 你没有资格代表七百万人 这七百多万人 是爱好和平 希望可以好好地生活 要求不高 不要给你症棍 或咬你的视听 这些废的字 其实不值得看 不过我想告诉大家 我不是无尊重生有 所以我会将他的连结放在这里 大家不需要看 这些一堆字 很卑劣的字 不值得看 不过 我会放在这里 因为证明我不是乱作 证明 的确在香港 是有些这么卑鄙的人存在 而这些卑鄙的人 竟然是有市场 这才令人心寒 各位朋友 如果我说的东西 不适合你听 你更加应该听 正正因为我说的东西 你不适合 就是说我说的东西 是有些东西你不知道 既然是这样 你试一试 我说的东西适合你 对还是错 那八尺很容易的 你自己 过得自己 过得人 己所不欲 密施于人 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的话 你不配做人 如果你可以做这件事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尺 来量度 现在你见到周围的事 是不是公平 是不是公义 不要听人乱说 政府 没有心 害香港人 他为什么要害香港人 他没有理由要害香港人 但是 在香港以外的人 就不是这么想了 他为什么要帮香港人 他有他们的政治目的 香港人唯一就是要靠自己 没有人会帮你 全世界任何事都是 所有事都是 一定是自己帮自己 没有人可以帮你 只有两个行业的人 是例外 一个就是医护人员 另一个就是教师 这两种人 如果他们真的有诸业精神的话 他们真的牺牲自己帮你 除了这两种之外 我对不起 我说了一件事 就保卫我们生命安全的 警务人员 或者军队 大家记住 这些警务人员 四个月之前 还是你们尊敬的阿sir 他们今天 仍然是你们尊敬的阿sir 他们没有随意打过人 他们没有随意濫捕 10月1号开枪 我相信我警员本身自己 都很后悔 他很希望他没有开这一枪 不是因为他良心责备他 而是因为他爱惜香港市民 当时他面对的那个 是一个向他 袭击着要他命的暴徒 他见到他是一个 从头到尾黑 默默包着的暴徒 他见到的是一个 拿着铁棍 已经拼了一下的暴徒 现在打他第二下的暴徒 而这个暴徒 再前一点时间 是袭击着他的同仆 想他的同事死的暴徒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被逼开枪 香港警察到现在为止 只是开了一枪 射到一个暴徒 这个是奇迹来的了 已经 在世界任何地方 没有警察可以这么容忍的 可能除了香港警察例外 从今晚开始 当你见到警察的时候 Thank you sir 帮我说这句话 你不说不要紧 帮我说 我很感谢香港警察 不过同时 我很鄙视这些 把字砌一大堆废话的 字路 我更加鄙视 曾经是教师 但今天 心肠 歹毒 教唆年轻人 走上去做炮灰 那班 所谓 黄教师 和正冠 我很鄙视这些人 我希望香港人 正正式看得到 什么人 是为香港好 什么人 是想破坏香港 香港 七百几万人 不可以 被小撮人 攬炒 而要 不要被他们攬炒 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 就是支持我们香港的政府 继续严正执法 不要被这帮暴徒 还有第二次的机会 这次够了 这次 完了 这次过了之后 香港回归平静 再全力向前冲 希望香港 香港人 我出生的地方 我三分之人生的家 我希望你明天会更好 希望香港警察 继续你们的专业精神 为香港人民 保护他们的人生 的生命 和财产 多谢香港警察 同时 鄙视这些 智障 智劳 砌一堆不知说什么的字 读读我们这些年轻人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